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米亚加拉河下游发现无头无四肢与性躯干 每家两国警方联手已确定遇害者身份 本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1.8% 好于经济时预期 哈佛大学约百名本科学生涉嫌考试作弊接受调查 观众们晚上好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五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多伦多警方表示 在警方发布了相关的消息之后 又有三名年轻的女子报案 称她们在市中心布洛尔加克里斯蒂地区遭到了性侵犯 令该地区的性侵案增至失踪 多是警方今天对媒体表示 新进发生的案件地点 位于市中心布洛尔加克里斯蒂地附近 受害女性都是在警方因本月连续发生性骚扰案件 而警告公众之后向警方报案的 案发时间在本月的16号到28号之间 受害者年龄从19岁到26岁不等 作案时 歹徒都是从背后袭击受害者 而在本星期早些时候 警方公布了从本月19号至29号 发生的几宗类似的性侵犯案件 警方称 所有的案件当中的疑犯 相貌特征都具有一致性 疑犯为黑人男子 身材壮硕 身高在5尺10寸到6尺 另外在今年7月 Septana Avenue加College Street地区 也发生了两宗性侵犯案件 警方目前正在试图寻找 这些案件之间的联系 尼亚加拉地区警方昨天下午 在尼亚加拉河的下游 发现了一个被肢解的女性的躯干 随即展开了凶案调查 警方在今天公布了案情的更多细节 据细 被打捞起来的尸骸没有头和四肢 事件结果显示 躯干属于一名中年白人女性 警方在今天公布案件细节时说 已经与美国纽约州警方合作 以确定被害女性的身份 警方透露说 尸体在被发现时 已经在水中浸泡了4到10天 据悉是一名搭乘游船 游览瀑布的游客 发现尸体 并致电尼亚加拉地区的警方的 警方相信此案为凶杀案 但证实此案与最近轰动多事的 华一女按摩院老板刘冠华 谋杀案没有关联 密西沙加市警方今天上午 因为发现了疑似炸弹的包裹 而疏散了几栋民宅中的民众 并出动了拆弹小组 结果发现可疑的包裹 只是包装向炸弹的TNT牌香水 据悉这个牌子的香水 被装在绑在一起的管子当中 容器上印有TNT字样 甚至有假的引线 由于怀疑有邻居收到了炸弹 密西沙加市Loyalist Drive上的屋主 今天早上七点半报警 警方赶到之后 疏散了附近四栋居所当中的民众 并且出动机器人 检测了可疑包裹 结果证实是虚惊异常 警方现在正调查案件 是否为恶作剧 被疏散的居民 在今天上午十一点半左右 已经回到家中 在安省省府与教师之间的合约纠纷 僵持不下之际 省长麦坚迪又将目标 转移到了公务员的身上 安省公务员的雇佣合约即将到期 麦坚迪称会坚持为公务员动心 他不认为双方能够通过谈判达成一致 因此会在必要的时候 效仿强制教师接受新合约的做法 在立法会提出立法动议 省府立法强制教师动心和裁剪福利的做法 已经受到了教师们的强烈抗议 但由于得到进步保守党的支持 自由党的议案将会得以通过 但是进步保守党要求 自由党将动心的举措 在所有公共部门执行 好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家国方面的消息 卑诗省维多利亚警方 昨天在当地的海滩发现了三只铜鞋 并在鞋内发现了类似尸骸的物质 警方见证人员目前正在试图确定 物质是否来自人类 北多利亚市警方发言人表示 昨日下午约五十半 一名中年男子于洛克佛角海滨 发现了第一只鞋并报警求助 警方到场并将海滩一段封锁调查 继而再发现了另外两只 警方没有透露过多的细节 只表示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鞋内是否是人类尸骸 与此同时警方将继续封锁海滩 除发现鞋的位置外 近海滨位置一部分也被封锁 北市省自2007年以来 连续在南部海滩发现了11只装有尸骸的鞋 其中几宗当中的尸骸是属于人类 但这些大多为自杀案件 从9月4号也就是劳动节长周末过后的第一天起 温哥华市一项新的复利将会开始生效 严厉打击市民的逃票行为 运输连线今天公布了这项新复利 复利赋予该机构发布告票 罚款以及处理纠纷和上诉程序的权利 同时复利还允许交通协管员和交警一样 向违规者发告票 省府今年5月份通过51号议案 此次的新复利就是由该议案衍生而来的 复利的处罚措施包括 173加元的罚款 逾期三个月罚款金额上升至213加元 一年后上升至273加元 拖欠的罚款将交由收债公司处理 此外违规者不得更新驾照 民众将可以在9月4号之后 上网交付罚款或者对告票提出上诉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条财经消息 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本国经济增长为1.8% 好于经济市预期的1.6% 商业投资的增长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财政部长菲拉迪今天在记者会上称 统计局的数字令人鼓舞 而商业投资的增长更加显示出 私营企业对经济恢复了信心 而就在上个星期 央行行长卡尼指出 本国企业对投资的态度空前谨慎 不利于资金流通 尽管此次的数据令人乐观 但经济师表示经济发展速度依然相对缓慢 加上欧洲和美国经济疲软 将很大程度上继续影响本国经济发展 好了以上呢就是带给您的家国方面的消息 让我们上次休息一下进度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一会见 真正的奢华是低调的华丽 是时间和智慧的精粹 无需张扬 就像王富锦商城存在的本身 已经耀眼到让人无法忽视 王富锦商城将显地标建筑经典魅力 引领万景时尚风向 奉献优质人生享受 体验一站式完美生活 详情请致电905-888-6788 热诚贴心的服务 琳琅满目的食材选择 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设计 气质优雅的食材花案 无与伦比的高档品质 手艺非凡的技师 为您打造出典雅气派的家居装饰 我们是Stoneport 您的食材专家 密西沙家最新重大商业地产项目 典雅瑰丽的Galleria Center 将于密室Dundas加Dixie兴建 设计灵感源于享誉欧亚的购物中心 Galleria Center 优良品质与超凡消费体验的完美结合 现代设施非一般的购物体验 加上琳琅满目的美食 让Galleria Center成为极创新时尚风格 与舒适便利于一身的休闲热点 投资创业良机万物错过 Times Optical 多款时尚精品眼镜 现正优惠热卖 两副只需199元 款式多 质量好 更有大量名牌镜框五折优惠 此外我们还提供专业的页眼服务 赶快到Youth Street分店和Times Square分店选购吧 好了 广告之后呢 欢迎回来 以上在收看的是 8月31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跟我继续呢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菲律宾中部的 萨玛岛以东的菲律宾海海域 今天呢 发生了7.6级的地震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31号晚上8点47分 震中位于萨玛岛南部 吉万镇以东106公里处 震源深度34.9公里 地震发生后不久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 即向菲律宾 日本 印度尼西亚 巴布亚 新几内亚等地 发出海啸预警 该中心随后解除对日本等地的海啸警报 但对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警报尚未解除 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地壳板块相互碰撞导致地震频发 火山活动也颇为活跃 美国新泽西州毗邻纽约的一家超市 今天清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至少三人死亡 事发超市位于新泽西州旧布里奇 距离纽约40公里 旧布里奇镇镇镇长亨利证实 一名在这家超市工作的年轻男性职员 当天四点左右走进超市枪杀两人后 与街道报案赶来的警方发生对峙 并在此过程当中引弹自尽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名犯罪嫌疑人现年23岁 是一名前美军陆战队士兵 事发前一晚还在这家超市内工作 凌晨离开后又更换衣服返回超市 并携带一支AK-47步枪和一把自动手枪 警方尚不清楚其犯案动机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在全国的党代表大会接受提名 他承诺会为美国创造就业振兴经济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他的支持率领先奥巴马两个百分点 罗姆尼走上共和党大会的舞台 带动全场气氛 他大力批评对手总统奥巴马 未能兑现承诺 为美国带来希望和改变 格姆尼主打出色的经商经验 但被批评是和人民脱节的富豪 他在大会努力扭转这种负面形象 提及自己家人增加亲和力 托姆尼承诺创造1200万个就业职位 2020年实现北美能源自给自足 为公民提供工作技能培训 签订新的贸易协定 确保各国遵守贸易守则 削减赤字达至预算平衡 降低税率和精简法力 辅助中小型企业 又会推翻奥巴马成本高昂的一改计划 罗姆尼强调团结美国可解决经济问题 路透社连续一个星期进行的 滚动民意调查显示 罗姆尼的支持率以44% 领先奥巴马两个百分点 不过分析指 全国代表大会效应一般比较短暂 下星期奥巴马接受党提名 相信会领他的支持率反弹 世界知名的学府 美国哈佛大学校方日前证实 大约100多名该校本科的学生 涉嫌在上学期期末考试中作弊 校方已经展开调查 据哈佛校刊报道 上学期期末有一门课程 采取了可带回家完成的 开卷考试模式 提交答卷的学生超过250人 结果教研人员 在批卷时发现 不少学生答卷有雷同内容 有交流答案或剽窃他人之嫌 参与者可能高达总人数的近一半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日前表示 如果这些作弊行为经证实属实 将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有为哈佛大学对学术精神的坚守 一方面 校方必须公平慎重处理 另一方面 鉴于牵涉学生人数众多 校方也应进一步采取措施 确保所有在校学生均能理解 并恪守哈佛大学的基本准则 该校本科生院院长说 所有涉嫌作弊的学生 已逐个接受学校执行董事会 下属委员会的问询和调查 但他强调 目前调查尚未完成 这些学生的作弊行为 还未得到证实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作弊行为在哈佛大学广泛存在 不能以此质疑哈佛大学学生整体声誉 不容认痛 本词 第 第 感谢观看